- 偶像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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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跟各位分享關於 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OK,那我今天要來討論的是 薑果園或是果園漿的隊伍構成 那其實這是同一種隊伍 只是名稱稍微不一樣而已 至於為什麼會這麼早介紹這個組合 實在是因為有太多玩家留言詢問說 這個組合到底該如何搭配 那我必須很認真的跟各位說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玩這套陣容的話 稍後的影片千萬別快轉或是跳過 否則我敢保證你們高機率玩起來會很痛苦 那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康的攻略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那果園漿這套隊伍的核心就是建立在 陸葛果加亡元姬加將尾這三位武將的身上 至於剩下的三個位置的搭配就相當自由 那我等等會介紹幾個我自己認為不錯的搭配 那在介紹之前我們必須先來了解這個隊伍的弱點 否則就沒有辦法從中補償 那我們這個隊伍的弱點就是 三名阻力輸出都需要暖擊時間才有辦法發揮出實力 例如亡元姬他需要預言的累積 才能讓風華可以達到不錯的灰血效果 同時提升該有的傷害 而江維就必須擁有怒氣與普攻次數之後 才有辦法造成大量傷害嘛 最後諸葛果也需要釋放兩次怒攻後 才有辦法同時啟動陰陽兩個狀態 因此我們在角色的選擇上就可以著重於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加快整體隊伍的怒氣節奏 讓三名阻力能最早時間達到完美狀態 第二個則是提升整體隊伍的續戰力與坦度 讓三名阻力能撐過對手的攻擊 那第一隻我會建議補強貂蟬 貂蟬他就同時符合以上兩點 而且他擁有魅惑控制這個額外的加分條件 畢竟只要成功控制到對手 這也可以算在提升坦度與續戰力的範圍內 那貂蟬要符合上場條件 必須搭配三開換武 因為這樣才會讓魅惑 擁有恢復怒氣與最大生命值的效果 那各位沒有貂蟬換武的話 替補人選要平民一點可以從劉備 或曹操其中一隻來選擇 劉備就是控制加回血 而曹操就是控怒加回怒 一個要賭勻起 而另一個就是穩定 沒有絕對的誰優誰裂 選擇適合自己風格的就好 那預算夠的話 我覺得成功應該也OK 但如果你們的預算充足 我個人則是會建議組其他隊伍 至於理由 我會在結尾的時候一起講解 好那補強完第一隻角色之後 接下來第二隻我會建議使用曹P 因為曹P的怒攻可以降低對手的雙抗 然後重點是 可以大幅加快整體隊伍的怒氣值 當對手驅散異常狀態時 也能給予大量傷害並且控制怒氣 所以我個人認為曹P是相當適合這個隊伍的角色 那最後一隻武將 我個人會推薦諸葛亮 這也是蠻多人問我說可不可以的搭配 那答案當然是可以 因為他們的技能並不衝突 兩者的怒氣抗勁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最高就是可以來到100%怒抗提升 那諸葛亮本身的怒攻可以加快怒氣節奏 被動方面又可以降低對手的怒氣 所以搭配起來絕對沒有問題 整體的怒氣循環會變得更加良好 那在運作方面 就是交給貂蟬、曹P、諸葛果量 來加快整體隊伍的怒氣循環 然後元姬來維持隊伍的血量 最後輸出交給姜維的玩法 那這樣的搭配 王元姬因為場上有 攻擊、輔助、突擊三種類型的武將 而諸葛果也因為場上有 蜀漢、群雄、貴國三個國家 所以兩者的羈絆都可以發動 至於曹P、貂蟬、諸葛亮的都沒有啟動 所以姜維的羈絆 就可以獲得最大30%的最終傷害減免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替補方面 劉備的話一樣可以維持在30%的最大減免 至於上場成功或曹操就只會剩下20% 但只要有發動我覺得就算及格了 那在戰位上這個樣子就OK了 元姬要盡早使用怒攻 進入傷害與回血的循環 接著姜維本身擁有吸血效果與傷害減免 所以我覺得可以放在2號位 在貂蟬本身就可以利用魅惑來維持血量 而且女性用20%的傷害減免 因此放在3號位來扛傷害 至於後排的話 曹P跟諸葛亮只要放在4或6號 這個其實影響不大 但我個人覺得諸葛亮放在4號會比較好 因此會再搭配上戰魂與各種效果之後 諸葛亮可以再開局就使用怒攻 所以順位靠前一點會比較好 然後諸葛果的話 要移動就一定要搭配姜維才行 不管怎樣他們一定要在前後 因為八卦鏡只有在羊的情況下 才獲得全體50%怒抗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細節 那昨天有看這部CH3獎水影片的各位 也請記得調整一下角色的站位 因為拍的時候真的太累 沒有修改到諸葛果的位置 真的不好意思 接下來神兵方面 第一把我個人會建議 想要打保守一點的話 那葫蘆就放在第一順位 可以盡早解掉對手的異常狀態 那如果你們對自己的運氣 與強度有自信的話 那第一把就可以選擇 盤龍斧來拼傷害 或是玄靈扇來控制對手的怒氣 這兩把都是屬於克里的選擇 接著第二把的選擇就是 把第一把淘汰的放到第二位這樣 例如你第一把選擇 斧頭或扇子 那第二把這邊就是棒葫蘆 如果第一把是葫蘆 那第二把就是斧頭或扇子這樣 這個說法應該可以讓大家都聽得懂對吧 那最後一把我建議使用射制弓 來做一個結尾傷害 畢竟在怒攻次數累積滿後 射制弓的傷害才有辦法達到最高點 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把射制弓放在前面的位置 但如果戰力有大幅領先 想速戰速決的話 把射制弓放在第一順位或是第二順位也沒有問題 不過一般玩家還是建議放到三號位這樣 接著靈寵的話 主戰我會建議使用九位 然後速戰方面可以的話 就是夫豬加扶牛 不然就是夫豬加龍象或是熊貓這樣 接下來的潛能方面 王爺之一我會建議選擇3223 那加18的部分我會建議選擇看破 接著姜維的話 我會建議選擇3333 或是3331 然後加18的部分請記得一定要選格檔 因為姜維本身並不會怒攻 所以會常駐怒攻傷害降低20%的效果 這個非常重要千萬不要點錯了 接著不論你們是選貂蟬還是其餘的替補 由於武將的性質都會輔助類型 所以我會建議都選擇1131 至於加18的部分就選擇降低傷害的奔機即可 然後由於成功擁有補血效果 所以無邪部分可以改成應援 接下來曹皮跟諸葛果的話都選擇1121即可 然後加18的部分選擇奔機 最後諸葛亮的話我會建議選擇1311 那加18的部分我覺得迂迴或是隱忍都是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戰魂的部分 由於我還沒刷完 所以等等的介紹請以文字為主 那戰靈現在都還很難刷 所以我會建議先隨便放就好 等穩定之後我再來做一個詳細分析 那戰魂方面我個人覺得 除了姜維以外的武將 使用破補塵州或是怒夜滅襲 還是連西加魯這三個應該都OK 選擇破補是為了UR之後的驅散3個異常狀態 這樣就可以確保武將可以穩定運作 不用擔心被直接控到結束 那怒滅就是因為我們的怒攻節奏很快 效果機率有70% 只要有命中就一定會影響到對手的怒攻節奏 但缺點就是完全犧牲防禦力 對前排來說算是還蠻危險的 那在怒滅的話 記得考量一下自己隊伍的抗夠不夠 最後連西加魯就是最保險的手段 開局就可以提升30%的最終減傷 雖然UR的效果幾乎可有可無 但萬一扛不住的話 還是必須改成使用連西加魯 最後將尾的話我個人覺得3個攻擊型的戰魂都不錯 那最好的應該會是長驅止入或是弱點突襲 那如果想要保守一點的話 暴力衝擊的吸血效果 或是破補神奏的驅散異常狀態來維持正常運作 這些也都是可以的選擇 接著患武方面 劉備、貂蟬成功都一定要搭配3開患武 否則上場的作用很低 至於曹操的話就是增加坦度與容錯率 並非必備 那這邊在角色的替補上 我要再補充一位 那就是高順 他主要是用來替換諸葛亮的 因為怒抗方面其實有50%就算勉強足夠 並沒有一定要湊滿100% 然後雖然高順的耗力沒有辦法讓薑薇吃到效果 但對於其他角色來說還是帶有幫助 可以讓輸出的手段變多 然後被動方面給予大量護盾 就可以讓隊伍的續戰力提升 而且覺醒之後 提升的最後傷害也可以高達4% 另外附加20%的異抗 然後隊伍裡有貂蟬跟圓雞 所以羈絆方面也可以觸發 因此我覺得預算充足 是可以用高順來取代諸葛亮的 那在站位方面 就可以把高順放到2號位 讓他去承受傷害 但一樣可以讓諸葛果維持在羊的狀態 而且姜維在4號位也比較安全 但缺點就是要擔心切後 那高順的潛能方面是E332 然後加18的話 我覺得三個效果其實都不錯 但首選應該是E卡 再來才是BD 然後戰魂方面就一樣那三要選一個即可 當然記得要上高順的話 一定是搭配三開換五 否則效果會有影響 接著陣法這邊 八卦跟方圓優先點 然後才是崩屎 至於賀翼跟狠惡 我會建議最後不夠財布 接著戰魂這邊就是以抗五為主 那以CH3的版本來說 應該會有不少群雄崛起 然後姜維依然會有相當高的出場率嘛 所以盡量以抗群跟抗鼠為主 接著才是抗五 最後才是抗位這樣 那講解完隊伍構成與細節之後 我必須跟大家來聊一下 對於果原將你們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那就是老實說 其實我原本並沒有要介紹的果原將這個隊伍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應該都不知道 果原將這個隊伍其實是PVE專用的組合 是陸服專門研究出來給新手玩家們推圖使用的 而且為什麼會這樣搭配 是因為陸服的亡元機跟諸葛果他們的羈絆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才會有果原這個組合 那這個隊伍在日服並不流行 因為姜維跟諸葛果他們明明可以放到更強大的組合裡 真的沒有必要硬是搭配亡元機來使用 像我前面提到的 沒有能力弄到換舞成功 那要組個群雄體系或是衝鋒體系 我相信都不會太難 真的沒有必要選擇一個為而推圖而創立出來的隊伍 更別說伺服系的版本還不一樣 但我會說這些也不代表這個隊伍就完全不強 雖然我自己本身還沒有辦法實際設置這個陣容 不過在搭配上只要有成功運轉起來的話 我覺得絕對不爛 但強度能走到哪我真的不確定 不過好處就是 構成方面真的算是還蠻親民的 CH1抽一隻草皮 CH2抽一隻薑維 CH3抽一隻諸葛果果 然後平常王元姬就用基礎招募即可 這樣也算是可以組成一個還不錯的隊伍 那最後我會拍這部影片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只要有人想知道隊伍的構成而且合理 那我就非常願意去嘗試去研究 並且提供我自己的看法 而且其實遊戲就是需要變化的嘛 我自己個也蠻好奇這個隊伍在台服的環境裡 能發揮出多少實力 那反正在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至於聽完我最後的補充 要不要實際使用就看你們自己的決定 這些也只是我的個人見解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對的 大家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 最後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些對我來說真的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不過記得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 下部影片見到這裡 很強烈的此 puisque